在减法借位中 我们会让孩子发现 当减数大于被减数的时候 就必须借位 我们会请孩子拿着一串石 到银行去换十个一 并且点收无误 交换后的十个一 必须和一这一行放在一起 当确定被减数 现在已经大于减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取走减数的量 地毯上剩下的金黄色珠就是所要的答案 在银行游戏的陈法中 我们会让孩子看到 乘就是重复的意思 这里有一组金黄色珠 下面也有另外一组 1344的金黄色珠 现在1344的金黄色珠 被重复了两次 接下来我们就要将这所有的金黄色珠 一如做加法的方式 把它们合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